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5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 美国费城的一架火车发生了严重出轨 车上所有的乘客罹难身亡 除了大卫·敦恩 一位运动场守卫员 他不但保住性命 还毫发无损 大卫出席了罹难者的追悼会 在教堂外的停车场 他发现有人在他车上留了神秘字条 字条上面写着 你这一生生过几次病 大卫找到了留字条的人 原来是一位贩卖经典漫画的艺术经销商 以利亚 以利亚患有先天性骨质疏松症 拥有极度容易破碎的骨头 因多年就医 母亲为她买了大量英雄漫画来打发时间 以利亚有一个理论 如果她是代表那极端脆弱的人 那么世上应有另一个极端强壮的人 而大卫似乎就是她要找的那个人 大卫提醒她 因自己小时险些溺水伤命 而对血有极度的恐惧 以利亚认为 所有的超级英雄都有一个弱点 以利亚前往大卫的工作场地探望她 发现大卫还有凭触摸他人 而能知道对方虔诚往事的能力 大卫告诉以利亚 有一个可疑人物 身上有佩戴枪械 以利亚自身追踪着人 而在地下火车站跌倒 导致全身90多处骨折 但这也让她见证了这人 确有携带枪械 而对自己的理论深信不疑 大卫与儿子约瑟夫 预示着证明以利亚的理论 大卫握推了近300多磅的重量 这让大卫开始相信以利亚所说的 而约瑟夫也对自己的爸爸敬佩不已 大卫联络上了以利亚 在他指点下 凭自己的特异功能 行使正义 在人群中 他发现了一个变态男 尸杀了一位丈夫 并将其家人垂进在屋内 大卫尾随其回家 拯救了这家人 但在拯救过程中 被变态男推入水池内 幸好被这家的小孩给救起 大卫随后也把变态男给勒死 矜持异役 大卫与以利亚终于同生同弃 以利亚觉得是时候与他窝手戒盟 但在身体接触时 大卫才惊觉火车出轨 及多起恐怖意外事件 以利亚就是造势者 导致多人伤命 以利亚解释 这都是为找到他心目中那极端强壮的人 大卫极度厌恶离去 而后报警将以利亚逮捕归案 以利亚经精神科医生评断 而被垂禁在精神病院内 片尾 以利亚揭露了自己的别名 接下来的故事有趣的多 时光润染 故事来到了15年后的今天 凯西是一个和同龄同学 各个步入的怪女孩 某日 他踏另外两位同学的便车回家 而遭到了一神秘男的袭击和绑架 三人被垂禁在灰暗阴门的地下室中 凶险未扑 绑架三个女孩的 其实是一位多重人格患者的奇葩男 支配着他身体的人格 竟多达23个之多 你做人做到这样 我也是醉了 有幻想自己是服装设计师的Berry 有强迫症兼神态凶恶的Denis 或天真无邪的九岁男孩Hedwig 当然最娇人目登口呆的是 精打细算的女人Patricia 你有异常体你不说 奇葩男的真名叫凯文 小时常被母亲虐待 他定时与主持医生弗莱切见面 病人有病他不医 弗莱切医生竟配合着凯文的多重人格 与这不同人格对话 因弗莱切医生相信 多重人格患者能激发自己身体的潜能 也算是一种特异功能 你做医生做到这样 我也是醉了 弗莱切医生与凯文 谈论最多的是 凯文体内可能隐藏的第24种人格 禽兽 禽兽体格强壮 邪恶残忍 一旦他获得了凯文身体的主导权 不仅三个女孩要遭殃 就连凯文本身都将性命不保 另一箱 凯文与这三位女孩有多互动 比如强迫女生脱衣 请受 这次我三文字 喂食女生 其中他与凯西的互动最为亲密 化身成黑味 与凯西抱抱玩肉体治疗 禽兽 或索文 凯西应至少被自己叔叔性骚扰 而对同样有童年阴影的凯文 暗生情愫 当然凯文的第24种人格 禽兽 最终还是爆发出来了 他先把前来探望的佛来切医生给捏死 又把另两个女生给吃了当点心 因凯西懂得枪血 对禽兽开了两枪而逃过一截 凯西最后得救 而中枪的凯文竟只有一些皮肉伤 依然逃脱在外 就这样 一部既变态人格 恋童癖 异装癖 及吃人狂的电影 竟能以辅导级上瘾 不得不归功于电影的编导 M. Night Shyamalan 小伙伴们如果对这两部电影有兴趣 可以去找来看看 M. Night Shyamalan的最新电影 也是这系列的最终篇章 玻璃先生也在2019年1月上映 请大家多支持正版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点赞 及订阅我的频道 下回再见 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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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